还有一个多月就到中秋节 这天薛家燕连同谭嘉宜 郑俊宏 李乐施 范振峰 许文轩 张明伟 叶凯英以及陈明熙等录影 流行经典50年 就透露今年再度为月饼拍广告 而且造型还相当特别 今年我会出这个佳营妈妈月饼 在这里要谢谢新爷周顺吉 因为他在20多年前 邀请我派这个食神魏公主 没想到这么久 对啊 因为那个魏公主出了名 就是每个人看到我就想吃的 所以我想今年不如出这个月饼吧 大家晓得现在那个疫情的关系了 经济不太好 还有呢就是也要吃了健康 所以我就出这个迷你的流行来黄月饼 Emman打进人琴牌 请嘉宾的首个个人节目 我们的音乐时代播出后 得到不少好评 节目嘉宾之一的雷颂德 也在个人社交网站大赞 令Emman非常鼓舞 很高兴的就是播放之后 有很多人也说 我们的音乐时代 对 很多人也说好看啊 特别是我当中的一些嘉宾 他们也说谢谢我 做了一个访问的节目 因为在公司在那个时代 没有太多这个旅行的节目了 所以特别要谢谢马雷拉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 说了一点点的跨了 但是真的很感谢他 真的很难得 因为他是在外国嘛 现在不是在香港港嘛 他也有看节目 所以真的谢谢他 可是自己有想法 就是有第二季啊 还是怎么样呢 真的有一个想法 当然公司给我一个机会啦 希望一大 但是我不急 但是我希望可以 有一些新的方向 如果真的有的话 可以跟大家再说吧 最近成功挑战14天 腹肌锻炼挑战的何彦师 决定拍片 教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减肥 在公开影片之前 何彦师就先分享了NG片 片中他的打扮非常性感 引来不少讨论 身为未婚夫的Afric 当然有为未婚妻护航了 你发什么都会有平静啊 但是我觉得 没问题也都很健康 因为他就是拍他自己 这几个星期里面 去减肥 去做运动的过程 那我都觉得蛮好的 那你们两位 现在的婚礼 在筹避怎么样呢 因为现在疫情也是 对我还在筹避 但是那希望在年底的时候 的疫情会有好转 但是如果没有就没办法了 要改期延期 改期延期也是没办法的 最近就是JW是新加入公司了 我看你平常也写很多的歌 会打算跟他来个cross over这样子 当然想了 因为我就很欣赏他的声音 那如果在音乐上 我们可以有合唱 或者是我们拍东西 可以合作那就好 育有三子的Joyce 以往不时都会带儿子们 去接触阳光与海滩 特别是去外地海滩 庆祝家人生日 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 二儿子的生日派对 也要改变形势了 他生日 平时我们在海外野国 有两个birthday 但是今年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家里 自己开birthday party 我们有disco light 我们跳舞唱歌 玩这个soccer 都很玩 对 可是有特别准备 什么东西给他吗 他很喜欢这个绿色 他喜欢这个birthday cake 全部是绿色 有什么呢 有这个panda panda 这个是绿色的 然后他这个frosting 是用这个mint 所以很特别的cook cake 他很喜欢 他呢 感谢观看